哈喽大家好 我是Yugi 欢迎收看《创业世界》 我很久没有跟我的汤姆妈聊天了 所以今天我就要拍一个 跟我的汤姆妈聊天的影片 好久不见汤姆 好久不见Yugi 汤姆其实我最近星期不是很好 你可以讲一点笑话给我听吗 好吧 那我就说一个冷笑话好了 一和零谁比较节点 不知道耶 一呀 因为零用钱 很冷耶 有没有其他更有趣的笑话 当然有 有一天有一位男子员 跟老板说我们公司有gay 老板就问他是谁 男子员就会塌塌说 你抱一下 我就告诉你 这个有比较好笑一点 有没有更好笑的笑话 有 我再说多一个笑话 有一天四岁的男孩亲三岁的女孩 女孩很认真的问你亲了我 会对我负责吗 然后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膀说你放心 我们已经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子了 这个有中 这个有中 这个真的好笑 这个真的好笑 还有没有其他的笑话 好 我再说多最后一个 有一天小明问爸爸 我是不是傻孩子啊 爸爸回答他说傻孩子 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 OK 谢谢汤姆 汤姆最后就跟我们的观众说一声再见吧 大家拜拜 我们下次见 好 谢谢汤姆 今天说了那么多笑话给我听 也希望观众们喜欢听这些笑话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